逆转杀业恶报 人的一生 活在世上 不只是谋求衣食 满足生活所需而已 应该是要在做人做事上 一循天理 说话顺和人心 凡是成为夫妇 朋友 君臣 父子 兄弟等关系的人 各要心存正直 人爱慈悲为怀 行事不可违背良心 假使辜负背叛他人 这种怨恨最为严重 算是都回报不清 怨仇越结越深 自古以来 父亲的冤债报应 就是转道来世 也一样要如数偿还 有谁能逃脱得了呢 至于骗钱财 违背托付 或是抢夺谋战 欺凌他人 用诡计诈欺诱骗 强行夺取财物 积欠钱财不还 结下了负财的孽债 来生定会转为亲人 譬如是兄弟或父子 虽至亲 常年争斗 不相亲相爱 至于杀害他人生命 将来多生累劫都会相寻追讨 向宋朝有位诸信人士 平生最喜欢李静神佛菩萨 当时正知精兵扰乱天下 一天鬼神显灵 拓梦给诸室说 你前世是个筷子手 斩杀一名囚犯 让他命散皇权 今世他转生在北边金国 必定会杀你 以偿还速逝冤仇 体验你能修持精咒 对神明恭敬诚心 特别嘱咐你 明天中午精兵来到此地 你要先准备酒肉饮食 关上大门 等到有人前来门询问 他就是你的前世冤身 你就恭敬招待他 让他尽情享用酒肉美食 然后向他说明前生的孽债 再诚恳跪求他慈悲是恩宽量 这样你们两人的冤仇 自然可以化解 第二天 金兵果然来到朱宅 所报姓名也完全吻合 等他饮食完 来向他诉说这一段前世因果 金兵顿时有所悔悟 除了感谢神明指示因缘外 并且表示 竟是我如杀你 来圣你必定会回报杀我 如此世世代代冤冤相报 这冤仇孽债债恐怕永远难以清偿 不如你我从今化解冤仇 大家一起投入空门 后来二人修炼成道 一同挣到阿罗汉的果位 至于对待做苦工的丁力脚夫 在差使他们时 不要应循旧力 占尽便宜 使人有苦难言 凡事有辜负下人劳力的 来生定会颠倒身份 冤冤相报 若更鞭打谩骂 做贱苦力 将来一丝一毫都要偿还解轻 像当日阿南尊者 跟随弥勒士尊行脚四方 一次路过菜园 因为口渴 加兰想讨些瓜果 滋润身心 众元老父听后 顿时怒怒元争 口出恶声大骂加兰 加兰不敢回应 只得一五一时禀告世尊 古佛了解原因 点头不语 再命阿南去讨 阿南恭敬称呼 说明来意 老父笑容满面 摘了三四个瓜果相赠 阿南拿回敬奉古佛 古佛才说明前世因缘 光年游西翻国时 探见一个囚犯将要临行受死 阿南再三联名惋惜 加兰说是他自找的 以这样一句话结下怨恨 今生还得去偿还 何况是诈欺钱财 违背托付 鞭打谩骂 哪有不依依偿还的道理呢 凡是夫妇 朋友 君臣 父子 兄弟 主仆等六类的渊源涅寨 其情况大致如此 都是要各自去化解因果纠纷 但若能持送慈光会佛 昭明大帝的大解冤金 就能仗着佛力加批 使六类渊涅寨得以解脱 共同获得清净佛心 坚定心智 真诚化解六类渊怨罪迁 以下为经典原文 万圣帝君大解冤金 解释六类品第七 凡人生平处事 谋依谋实养生 做事须寻天理 出言要顺人心 凡为夫妇朋友 君臣父子帝昆 仁爱各存端正 不可辜负良心 父心冤恨罪重 三圣环抱月身 五来复心冤债 转结谁能脱身 至于父才负命 抢夺谋战欺凌 伪计诈科诱骗 征欠强取横行 晚劫父才孽债 来生定转六亲 若为弟兄父子 争斗虽亲不亲 至于杀生害命 三圣节节相寻 大宋一人诸信 平生罪喜尽神 大惊扰乱天下 鬼神是梦显灵 前生辱为快手 杀意囚犯丧生 今生转再翻国 毅然环抱杀身 念耳能持经咒 对神恭敬正心 明武精兵到此 辱被九四关门 有人若来询问 吉尔前世冤身 酒肉尽情恭敬 然后贵肯身 说明前生涅债 两下字的解分 博尔经兵到此 明信一代皆清 代其饮食已毙 来向诉说前生 精兵顿然悔悟 谢神指示原因 今世我如杀你 来生必杀我身 冤冤事事寻报 此仇此念难清 你我从今解释 大祈投入空门 后日二人成道 同为阿罗汉尊 至于苦行丁立 用之物占相应 有父下人用力 来生颠倒相寻 若夫鞭打立马 丝毫必要报清 当日阿南尊者 随行弥勒士尊 路过菜园口渴 迦兰求瓜润心 众元老傅文说 顿然怒目原争 口出恶声大骂 迦兰不敢开声 为禀世尊如此 古佛点头之音 佛命阿南去讨 阿南恭敬尊称 老父笑容可举 摘瓜三四送行 阿南持奉古佛 古佛乃说原因 当年由西藩国 建议囚犯临行 阿南再三闽习 迦兰说比自寻 以此一言结恨 今生上要还清 何况父才负命 焉达有不还寻 六类渊源如此 凡人各自解分 能诵慈光会佛 昭明大解渊经 六类渊有解脱 同为清静佛心 至心解释 六类渊迁 如果您的心情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